为期三天的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从9月7日开始,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。 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2000多人参加。 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,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, 围绕孙中山的发展观与中国是现代化,深化两岸经贸合作,共谋高质量发展, 弘扬孙中山爱国思想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议题,开展分论坛研讨交流。 多位与会的台湾人士对本届中山论坛的举办颇有感触。 我觉得中山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, 它不仅为了两岸青年可以搭建一些学习, 包括一些创业就业的一个机会, 也能够让两岸的人民以及这些青年能够深入的了解两岸不同的习俗, 还有文化的差异,彼此的交流可以增进双方面的这种情感。 对于台商来讲,广东本来不陌生的, 但是对于粤港澳大湾区,他们并不见得有深刻的认识, 所以这一点可能还需要台商、台胞还进一步来看。 所以这个就是我回去以后,我也会组织这一批主团, 我们希望到粤港澳大湾区来看。 经过这几年下来,到了疫情之前, 广东省的GDP已经是台湾的2.5倍, 那这个基础再加上大湾区的规划跟香港跟澳门的合作, 如果能够再加上跟台湾的共同合作, 我觉得整个不只是珠三角, 我觉得整个华南地区带动我们经济效用上非常之大的。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,台湾不应该缺席, 因为这是让台湾自己获利,除了经济的利益之外, 更大的利益其实是自己的安居乐业。 在现场的来宾中, 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公是颇受关注的一位。 他向记者谈起近期台湾政界人士到大陆的交流活动, 他认为这些交流活动其实是一种启发。 政治基础在哪里,就是九二共识。 同时张荣公也谈及九二共识, 他表示台海的和平稳定, 除了九二共识之外, 其实没有他路可以走。 如果要求得台海的和平稳定, 试问除了九二共识之外, 有其他的方法吗?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, 谁都没有看到。 所以不选择九二共识是没有和平这条路可以走。 国际社会对台海熊市的关注, 这让台湾是福吗? 我认为是祸。 因为没有和平发展, 没有和平稳定。 国际社会关注, 台湾实际上身处在这种危险状态的最前沿地带。 因此我们总结这二十多年来的两岸关系, 应该可以得着决入, 反正台湾是必须的, 因为这是两岸和平所不可或缺的。 至于九二共识, 是双方去推动和平发展, 推动交流合作, 它所需要的政治基础。 舍此其实没有道路可以走。